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家 翻译家 那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 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 但是您知道吗 他的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 也是够厉害的 教他画画和音乐的是李淑彤 也就是著名的红衣法师 而教他国文的呢 则是夏勉尊先生 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教育家 出版家 翻译家 而且也是最早提倡白话文 提倡语文教学改革的人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 也是丰子凯所写的 此生多珍重 我们去读一读 丰子凯和他的恩师 夏勉尊之间的故事 由于三十亿年前 我当学生的时候 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 夏先生教我们国文 我觉得这三种学科 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 就为了他们二人 同样的身解文艺的真谛 故能引人入胜 夏先生出任社监 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里 管理学生生活的老师 后来教国文 但他也是博学多能 除了音乐以外 其他诗文 绘画 建设 外国文 科学等 他都懂得 因此他能和李淑彤先生 成为挚友 也因此让学生们 对他心悦诚服 他当射奸的时候 学生们私下给他 起了个混名 叫夏木瓜 但这并非是恶意 却是好心 因为他对学生 如对子女 率直开导 不用敷衍 欺蒙 压迫等手段 学生们最初觉得 忠言逆耳 看见他的头大而圆 就给他起了这个混名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 夏先生是真爱我们呀 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 而沿用下去 凡学生有所请愿 大家都说 同夏木瓜讲 这才成功 他听到请愿 也许 一无叱咤地骂你一顿 但如果你的请愿 合乎情理 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 替你设法了 有一次上国文课的时候 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字述 而且说 不准讲空话 要老实行 有一位同学 写他父亲 客死他乡 是 星夜匍匐奔丧 夏先生苦笑地问他 你那天晚上 真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引得大家发笑 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 赞也顿 就是赞扬那种 隐居远壁 尘世的生活 说要乐情书 与逍幽 抚孤松 而盘缓 夏先生 立声问他 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 弄得那人 无言可对 这样的教法 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 所反对 他们以为 文章不用古典 不发牢骚就不羔羊 竟有人说 他自己不会做古文 其实做得很好 所以不许学生做 但这样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多数学生 对夏先生这种 从来未有的 大胆的革命主张 觉得惊奇与折服 好似长梦猛醒 黄雾今世作飞 这也正是 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 以身作则 不多讲话 使学生忠心感动 自然臣服 譬如上课 他一定先到教室 黑板上应写的 都先写好 然后端坐在讲台上 等学生到齐 譬如学生还琴时 谈错了 他举目对你一看说 下次再还吧 有时他没有说 学生看了他一眼 自己便请求 下次再还 比先生话很少 说话的时候 总是和颜悦色的 学生非常怕他 但敬爱他 夏先生则完全不一样了 他毫无精致 有话直说 学生便嬉戏笑脸 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笑亭 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 他也要管 为啥捅狗为难呢 到了放假的日子 学生出门 夏先生看见了便喊 早些回来 勿可吃酒 学生笑着连说 不吃不吃 赶快走路 走得越远越好 夏先生还要大喊 童田少用些 学生一方面笑他 一方面实在感激他 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 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 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 则完全相同 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 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 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 夏先生后来翻译的 爱的教育风行国内 深入人心 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 这不是偶然的事 反熟识夏先生的人 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 是个多忧善愁的人 他看见世间一切不快 不安 不真 不善 不美的状态 都要皱眉 叹气 朋友中 有人生病了 夏先生就皱着眉头 替他担忧 有人失业了 夏先生又皱着眉头 替他着急 学校的问题 公司的问题 别人当作公事处理 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 真心担忧 国家的事 世界的事 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 夏先生都当作窃身问题 真心忧愁 皱眉 叹气 忧能伤人 夏先生之死 是供给忧愁教材的社会所致 是日本侵略者 所促成的 风自凯 风自凯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侵占上海后 日军侵占上海后 因为夏敏尊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声骂 日本当局多次要他出面写文章 军 遭到拒绝 而被日美宪兵司令部逮捕 唯有不屈 后来虽然被营救获释 但经此磨难 于1946年费命复发而去世 这篇文章是 风自凯获知夏敏尊先生 去世的消息之后所写下的 在文末 风自凯写下这样一段话 以往 我每逢写一篇文章 写完之后总要想 不知这篇东西 夏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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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